嗨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Amber 那上上期和上上上期视频 分别是一个树敌的学习心得 和一个模拟人生寺雪晶仙宗的预告片 那这两个视频在我的频道上 就是过得风生水起 然后也让我在一个星期内 长了可能有十个粉丝 就虽然十个不算很多 但是要知道 我从来没有在一个星期内 长过十个粉丝 给你们磕个头 才不会 那如果这是你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 嗨,我叫Amber 然后在这个频道上 你会看到模拟人生视频 美妆视频,聊天视频 以及音乐视频 那今天这一期视频 是一个模拟人生 似雪晶仙宗的游戏预告片 也就是说 它会在这个视频里告诉我 我能在这个世界里做什么 好,那现在就是全屏模式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预告片 顺便聊聊我的感受、看法 学生 咳,咳,咳 咳,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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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咳 小外公 小外公 咳 咳 咳 哇 52 那 我只可 大 Indeed, I told you why you are really here It's for the thrills, and it's true Mount Komorebids has them! And I am a man! The people think there's this rivalry between skiers and borders But here, that's just so true Nobody cares how you get down the mountain Sure it can be intimidating But with practice comes skill And before you know it, you'll find yourself with a new lifestyle entirely Maybe a new home If you want to be a true local though You have got to learn to live with the distractions of life Keep the selfies together 對,就是情緒是一個最大的賣點,咱們就像室里 我們先洗澡,噢,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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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沒錯 雪山,嗯哼 我已經回來了 我的天 OK,不知道為什麼會不會戳到哭點,讓我緩一下,緩一下,緩一下,你想想一下就是你的小人,然後他在這個園林裡面邂逅了一個新的小人,他倆就是在一起了 然後現在我們來一幕一幕的看他具體都有什麼,就像上次那個視頻一樣,雪山可以爬,沒問題 滑雪單板 這個園林或者這個塔,這麼看我覺得上去的可能性不大,可能是像宠物那個包裡面,你可以就是說點這個塔,然後上去,然後你在下來的時候你就會有個buff,可能就是這個樣子我覺得 但是底下你是可以溜达的,然後就還是很漂亮的,嗯,OK 然後這個是慶典,你可以寫這個,我不知道他叫什麼,怎麼講呢,就是這個和服感覺做得非常的真實,這個雲衣什麼的,噢,這個男的,嗯 應該是可以在這看,觀光什麼的,然後這個洞能不能進去,我覺得是不能的 OK,嗯,這一幕裡面的話就是,這個男的,可以上橋,但上橋能帶給我什麼呢,可能什麼也帶給不了我,所以就這樣吧,OK 現在大家屏幕上看到這個就是這個世界,相當於是你升起來,從遠處看上帝視角什麼樣,我覺得這個給我一種什麼感覺呢,它就是一個日式的流溪,這個包我估計還是不會給車,如果給車的話,就是我當場吃一輛車,好吧 對,就是滑雪,剛剛他說了有這個什麼,滑雪,就是雙板單板,嗯,你可以在樹林裡面散步,你還可以跑溫泉,但是這個冰雕節看起來非常不錯,我覺得這是冰雕節,因為這看起來像個冰雕,而且是在下雪的情況下,那這就會不會意味著就是我們在雪山這一片區域,或有一個公共的,像公園一樣的地方,然後就可以坐在這裡 等會兒,這個,這裡,尤其是這裡,三米舒諾,hello 這個包裡的衣服可能不是很日常,但是如果你想捏一個亞洲,或者就是東亞文化的小人,這個衣服是新的嗎,可以當睡衣 對,所以這個是什麼呢,這個是不是一個,是不是一個那種社交,這個樓格的感覺太棒了 如果你是一個特別會建房子的人,我覺得我自己是一個會建房子,但不是一個特別會建房子的人,買這個包建房子 當然就是我這麼一說,不是說讓大家就是立馬去花這四十刀,因為我覺得EA出的任何包都不值它原價 剛剛那幾針我沒有暫停,但是就是,怎麼講,家具感覺就是像我上一期視頻說的一樣,乾淨,簡單,日式,傳統,又現代的感覺 像這個達姆,哦,這個小喷嚏,哦,這個老虎,這個桌子,這個小團團可以坐,這個桌椅,椅子,尤其是我看上這椅子很久了 你可以滑下身,滑下身,滑下身,對,小孩也可以滑,這就讓我覺得非常厲害 就這樣就是,你相當於是傾向於做什麼,以後你的小人就會有什麼樣的性格特徵 比如說,這一天我常在沙發上攤著,然後看電視,我可能就會有懶惰之類的 或者如果你花了一天雪,然後他可能就會說,哦,你是一個非常的Energetic,就非常有能量的人 就我猜的啊,我真的不知道,然後我的一個疑問就是,這個系統會不會在其他世界裡也可以用到 OK,制服美,這個制服,哦,模擬人生從來沒有出過長度合適的裙子 等著,是我錯覺嗎,他這個頭髮變成正常的黑色了,哦,這個上衣也很好看 停停,等一下,等一下,這個小人是捏人的問題還是怎麼著,他的臉怎麼成這樣了 這個叫什麼,我不知道這叫什麼,就是你在屋底下放的這個裝飾,有這個松樹雕花 哦,這個壁爐是那種非常簡單,非常乾淨的那種感覺,嗯,不錯 等一下這溫泉裡能做多少個人,如果他不能做超過一個那個hot tub 就是那個20週年發的那一個的話,我覺得就是差不多 你可以完全修一個小公園,然後是這個風格的,然後放一個那個熱水池在裡面 哦,這裡我看出來的一個什麼,就是剛剛那一幕是在室內這一幕在室外 所以就是說室內室外都可以放溫泉,OK,上次說這個櫃子裡面是可以放什麼牙刷牙膏 然後這鏡子,我覺得可以,然後小朋友的衣服也沒落下,我感覺這個包裡的東西會是那種比較乾淨,然後大家可能日常能用到的 對,然後這個盆和這個凳子它是裝飾還是能真的用的 他說,we want to keep these rejuvenating pools clean for the generations to come 那是不是這又有環保這一個idea了? 雖然我知道就是環境保護很重要,但是你過去的這幾個包一直都有環保這個主題 首先就是綠色生活,海島生活,這個包有可能,然後溫馨小居 我覺得有一點魔女人生似非常好的一點就是他一直會搞這些LGBTQA plus的這些人 大家最喜歡的吸血鬼男生,維托迦勒,他是一個雙性戀 貓狗總動員裡邊有一對超級渴的gay 然後現在再來一對less,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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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storytime,she was an accomplished climber,I was not OK,就很多玩家說魔女人生似的NPC都沒有什麼故事背景 現在這裡給你故事背景了,oh,OK,OK Suffice to say,an excursion to the summit of Mount Komorebi is dangerous Oh,dangerous,那是不是你可以死在山裡? 首先肯定有新的吃著,第二難道我可以在這裡買啤酒了? 火車,火車,停車場 那剛剛我看完了這一個遊戲預告片,我覺得可以期待一下 那在剛剛這個視頻的過程中,我拋出了一些假設和猜測 然後我覺得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不知道我會不會真的去買這個包 我覺得我不管是否在上市當天去買 我最後都會買這個包的 因為首先家具很漂亮,第二衣服很漂亮 第三,人物故事背景 第四,情感這個事 第五,溫泉 就是我真的很喜歡泡溫泉 然後唯一一個可能讓我覺得不值這四十刀的遊戲元素就是滑雪 我覺得就是我個人的遊戲體驗來講 我更希望有那種很真實的生活化的東西 就雖然說人在日常生活中也會去滑雪 我也有滑雪堆的朋友 但是我覺得像情感或者是人的生活習慣這件事 相比於滑雪可能還是情感更重要 然後增加了很多那種慶典類活動 不知道會不會和城市生活的哪一個撞車 因為城市生活有很多帶感的慶典 我真的很喜歡那些慶典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視頻 喜歡我的妆容 喜歡我這個人 以及喜歡我愛哭鬼的個性的話 就點個關注點個訂閱 然後多發彈幕多頭被多轉發多收藏 真的我其實挺激動的 然後我覺得還有一點就是 把這個包放在星站之後 很多人都會覺得這個包好 是因為星站真的是沒有人想要星站包 而且就算是有星站迷惑模擬人生 它做的真的不好 然後我覺得就是模擬人生4 現在需要處理的事情有很多 每次我的接觸語都要說兩遍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臉 喜歡我的妆容 喜歡我的話 就一定要點關注 好謝謝 然後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